感谢大三角的五大乡年轻举办 这次那么有意义的比赛 《我的家乡》短片 然后我们的团队非常荣幸 能参与这次的活动 这几天跟着团队到处吃吃喝喝 非常的高兴 原来在大三角 我还有很多地方是还没有去过的 就是包括那些美食 我很多都没吃过的 所以非常的高兴 也非常荣幸可以参与这次的拍摄 这一次的拍摄很顺利 是因为大三角人都很热情 其实这次的拍摄 我是非常的兴奋 非常的高兴 当我知道我要演这一个角色的时候 是觉得说到底能不能应付得来 那我也觉得那些工作人员都非常的辛苦 从早拍到晚 这样子和刘家贝 我也希望拍摄能够尽量不要NG 然后其实大三角呢 也有很多特色 就比如说那个八宫庄 就是大八宫庙 还有那个三天教堂 这些都是很有历史性的 所以大三角其实又有很多那种大自然的地方 那印象让我最深刻的呢 就是我拿着两只鱼狂跑的那一段 我本身呢是日行的一份子 可以说求学时代都是在大三角 所以讲起呢 要宣传大三角呢 我本身当然是全力以赴 来介绍大三角 其实我在大三角长大 这个活动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 它会带给更多人认识大三角 那想要知道我在这个短片里面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的话 请大家敬请期待哦 最后呢就是想跟大家讲呢 如果有机会呢 你们可以来大三角走走 真的会让你们意想不到的收获 就是不管是吃啊 景点啊 都非常的棒 所以大三角 very good 最后很想感谢 谢谢主办人 各位团队 跟可爱又热情的大三角人 大三角 你去办